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挪威奶酪 达尔文是今天的动力能源哦 前方斗战 成长天地 你喜欢上体育课吗 最近人大代表提出的 把体育学课由副课变主课 免费发放小学体育课本建议 得到了教育部的答复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教育部提出 国家课程方案规定开设的课目 其实是没有主次之分的哦 每个科目都有它独特的价值 它们彼此之间是不能替代的 但是它们又可以相互配合 一起帮助我们更好的成长 体育与健康课程 是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们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喝水一样哦 另外小学阶段的体育与健康教材 其实一直都是免费的 从2015年开始 国家就规定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包括体育与健康教材 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学习体育知识 锻炼身体了 同学们 我们要认真上好每一节体育课 锻炼身体 学习体育知识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成长 成为祖国的未来之星呀 最近美国一家公司开发了一款名为 游戏学生的新AI工具 它能在国际象棋 围棋 扑克等需要多种策略 才能获胜的游戏中击败人类玩家 这意味着AI的发展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哦 最新的AI模型来自于两个项目 一个是擅长扑克的AI程序 另一个是擅长国际象棋和围棋的AI程序 它们的区别在于 一个模型是在不完美的知识游戏中工作的 这意味着玩家不能看到其他所有玩家的状态 就像在扑克游戏中其他玩家手中的牌 另一个模型是在完美的知识游戏中工作的 这意味着玩家可以看到所有的信息 就像在国际象棋中可以看到所有的棋子哦 这个新模型能先学习如何玩游戏 然后通过实践来改进 它会教自己如何与另一个版本的自己比赛 对于有逻辑 有规则 可计算的事物 人工智能的确有它的过人之处哦 比如我们就可以通过AI 来把握自己的学习数据和日常习惯 可以进入熊猫天天AI故事公众号 点击天天AI故事 在这里我们为你设置了一位熊猫天天博士 你可以问他任何问题 除此之外 天天AI故事中的习惯培养 我们也进行了重大更新 可以将习惯改善 从想法变成切实可行的计划 并基于AI的能力 辅助同学们进行习惯培养 赶快去试一试吧 目前肺炎支援体 流感等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处于流行阶段 如果出现发烧 咳嗽 咽痛等呼吸道感染症状 我们应该怎么判断感染了哪种疾病呢 首先肺炎支援体这种病菌 最喜欢找上五岁以上的 或者正在上学的儿童 如果感染了肺炎支援体 可能会发高烧 咳嗽得很厉害 但是医生听诊时 却听不到我们喉咙里有痰的声音 如果发热超过五天 还越来越严重 就应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医院拍片子 看看是不是肺部被支援体感染了哦 流感则会让我们的头很痛 全身的肌肉和关节也会痛 如果是大一点的儿童 可能会觉得全身没力气 不想玩也不想吃东西 最后如果遇到细菌感染 一开始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症状 但我们的体温会慢慢上升 等到感染到一定程度 体温就很难降下来了 如果只关注了抗感染治疗 没有及时补充营养 可能就会恢复的比较慢哦 同学们如果感觉不舒服 一定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或者老师 及时就医啊 前方到站地球村 最近在挪威特隆赫姆 举行的2023世界奶酪大赛上 挪威的一位农场主制作的蓝纹奶酪 赢得了冠军 这已经是挪威奶酪第三次 被评为世界最佳奶酪了哦 得得桂冠的奶酪 需要经过六到九个月的陈化 青梅菌的繁殖 会让奶酪有着漂亮的蓝色花纹 在比赛中 来自世界各地的评委们 品尝了4502种奶酪 最终他获得了102分的最高分哦 评委们称赞 这种奶酪有奶油味 就像浓密的软糖一样 为什么挪威的奶酪 会这么受欢迎呢 这是因为挪威的草场非常干净 牛羊们喝的是清澈的冰川水 所以他们的牛奶质量非常高 而挪威的奶酪制作 也非常讲究质量哦 在挪威 人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奶酪 早餐时 他们会抹上一层奶酪在面包上 午餐时 他们会加上奶酪披萨饼 面条 火肉丸 晚餐时 他们会烤肉排 并配上奶酪丝 你想尝尝这种特别的挪威奶酪吗 历史上的今天 物竞天泽 逝者生存 这是我们熟知的大自然规律 你知道它出自哪里吗 没错 那就是达尔文的五种起源哦 1859年11月24日 是这本著作第一版发行的日子哦 1831年 达尔文参加了贝格尔号的环球旅行 这次环球旅行彻底改变了达尔文的一生 他跟随贝格尔号穿过了大西洋和太平洋 到达了南美洲 澳洲和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 一路上达尔文沿途考察各地的地质 动植物的特性采集了无数的标本 他发现每个地区都存在着既相似又不一样的物种 这坚定了他研究生物特性的决心 经过了十几年的刻苦研究 达尔文终于写成了物种起源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第一版总共发行了共1250册 发行当日便销售一空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 进化论逐渐撼动了整个世界哦 达尔文自己把物种起源称为一步长篇中变 他论证了两个问题 物种是可变的 生物是进化的 从此进化论取代了生命由神创造的说法 成为了生物学研究的基石 形形色色的生命是在遗传 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 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 我们更应该歌颂我们自己呀 今天的天下之旅就到这里了 你也可以把新鲜事儿分享给小伙伴和家人 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或者有疑问 可以关注公众号 熊猫天天AI故事进行留言 我们会回复你哦 我们明天再见呀 我应该去回 我aw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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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